严晨旭花样场景曝光 笑纳林志玲霸封台湾之光 电影《花样》在高中赤字号称3000万台币 打造的古代场景花样楼今天曝光 主要演员陈毅感 正元唱和港星任达华 与吴君如都穿着古装亮相 被林志玲父亲林凡男 封为台湾之光的严晨旭 理所当然压轴登场 他在录展台可以迷来很多 对你有看到 诗乃都听他的话 不得了嘛 台湾之光 有看到那个台湾之光 年轻去Jerry的转得那么帅 任达华下周一生日 剧主提前帮他请生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来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Jerry最近常被称赞台湾之光 其实刚刚达哥也说 你听台湾之光 留解台湾的吧 虽然是台湾之光 但他先前跟陈一涵在大雨中的吻戏却拍得很狼狈 我跟义涵都没有穿防寒衣 包保鲜膜 那天因为零到零晨大概四五点 然后从晚饭的时候就零 我是湿到连内裤都湿了 所以他用很多支吹风机吹 所以一下就跳电 所以跳电以后就 后来那个电一直没有来 所以就变 因为我其实一直是湿着在那边等你 最激情的是老板娘 前天他脱光衣服 然后我就摸他 他那个身材 不是他后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痴情 然后他就骂我 你摸什么 然后不是搞笑吧 所以达哥你知道那个智琳的爸爸 也是称赞他是台湾的 我们要拍合照 那好骗啊 你没有拍 严陈旭肯定是被捧上天 你看他今天始终笑得花枝乱战 跟上一回记者会一直摆臭脸差很多 达哥上车 说你跟那个第一名模很搭 你自己上车 上车 这个部分搭回去 苹果娱乐新闻很爱调戏记者 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